新興高速公路南投民間路段的車 拍到了遠遠就一陣的大濃煙 路間上還有五個人 這時候路面上一堆雜物 還不斷地冒出火苗 火燒車 火燒車 還好車上的人都順利逃生了 消防車也很快趕來把火勢撲滅 這輛工程車 上午載著五名裝潢工人 準備從台中開到斗六去施工 沒想到後方的車子 朝著他們猛按喇叭 這才發現後車斗的工具跟材料 燒了起來 塞得一拐 人家給我們旁邊看後 譬如說幾個倒楣的 起火的地方是在哪裡 是在那個白色小貨車後方的 他們不用的機具上面 第一時間駕駛停靠路間 車上的同伴也趕緊逃生 擔心火燃燒到工程車 他們把起火的物品都提下來 旅梯還是被燒融了 裝潢工具也毀了一大半 還好保住了車子 但車上有易燃物嗎 怎麼會燒起來的呢 信啊 有油嗎 沒油啊 我們的都沒油 沒油怎麼會燒起來 不知道 不知道 撫面火事之後 車上以及車道上 都散落著裝潢用的釘子 要趕緊清理乾淨 以免後面的車輾到 恐怕爆胎又發生意外 但沒有插電的工具 怎麼會燒起來 是不是煙蒂飛到了車斗裡 引燃火勢 警方根據現場的機證 釐清原因 記者洪潔民南投報導